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演唱 李宗盛 演唱 李宗盛 李宗盛 站在你面前 轻轻抚摸你的脸 是我生命最美的瞬间 因为你的身边 听你的心跳入眠 是我生命最美的诗篇 明月青山的温暖 在花开前许下心愿 让你住进我心里边 若瓦冰霜因你缠绵 让个天悄悄地蔓延 少少青年泪永远 永远也不远 熟悉的刹那间片刻的永远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深夕的刹那间片刻的永远 大人 你那茶里可有锦囊妙计 大人 您还笑得出来啊 再过一个月我们抓不到刺客 回朝之后 那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你这哀声叹气就能抓到刺客了 大人 那咱们总得想个对策呀 这八百里武当随便藏个人 哪有那么容易找到的 我的办法倒有一个多派人上山 大闹武当山 什么时候他们怕了把人交出来 咱们就什么时候罢休 你那也是下下策 那大人可有上上策 等我明天上山 我再见他李素希 我把厉害跟他讲明 他如果跟我们合作 帮助我们抓到刺客 我就给他指一条明路 保他武当无事 那牛鼻子如果不听呢 那就是你的事了 到时候你愿意怎么着就怎么着 就交给你了 大人 早该这样了 要不咱们直接就来这下下策吧 碗碟都洗好了 嗯 辛苦你了 这没什么 我一个人的时候 这些事情我还是要做的 只是要师伯为我去采药 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 让我有点担心 那可是我大师伯 好 你们就放心吧 雪儿 身体好些了吗 扶了药师伯给我开的方子 身体已经好多了 药师伯确实是奇人 我曾听冷婆婆说过 你能遇到她是你的缘分 也是你的造化 此生能够见到皇兄 才是我的造化 这些年来 这些年来 我知道你在哪里 却一直未曾告诉你真相 这是奇异 这点我明白 在我不知真相的时候 都差一点暴露了皇兄 若是知道真相 那知道这些真相的人里面 雪儿肯定是最靠不住的一个 我看起来也不再是你的皇兄了 而是一个落魄的寻常百姓 你心里很失望吧 你怎么了 我突然觉得 我小的时候似乎想到过 皇兄就是此时的模样 我们在一起玩的时候 皇兄总是比我细心 处处照顾我 还照顾得非常周到 天一 雪儿小时候总爱欺负人 虽然她小的时候体弱多病 但还是比我厉害 病皇上 怎么 雪儿姑娘她的确的确很厉害 她这个有病的时候也挺厉害 没病的时候就更厉害了 怎么了 只许你欺负人家 不许人家告你状啊 雪儿 你有心事 我没想什么 虽然你嘴上不说 但我知道你心里有 那请皇兄告诉我 穆辛他是否知道你在武当山 知道 可他为什么要阻止我刺杀那个念贼 雪儿 穆辛这样做是为了你好 也是为了魔好 你应该知道 不成功的刺杀结果是什么 你已经看到了 我几乎已经成功了 就差一点运气 我一直都差这么一点运气 似乎和我在一起的人 也都差这么一点运气 穆辛 穆辛突然成了驸马 那天夜里他上山见我的时候 我就在想 莫非老天真的要枉我 一个人都不给我留 一点希望都不给我吗 皇 不过事到如今 我再见到你 我已经很感激老天了 雪儿明白 雪儿能够见到皇上 同样感激老天 小子 还有皇上 别坐这了 跟我过来 给雪儿煎药 你就好好歇着吧 有我呢 官兵为山 并未有丝毫的放松 不知掌门可曾知晓此事 确有此事 那你为什么还不让皇上离开武当山 你以为皇上离开了武当山 官兵就离开武当山吗 难道官兵知道刺客离开了武当山 这个 我以为胡吟他们 现在不能确定皇上在武当山 他们在武当山只是雪儿引来的 如果这个时候让皇上走的话 反而给皇上带来危险 那你说该怎么办 我们以静制动观其变而后动 你静 可朝廷那些走狗是不会静的 我已经想好了对策 我准备在山上大办法会 为皇上祈福 你说的是哪个皇上 现在只有一个皇上 这倒是一个将计就计的办法 正是此意 现在山上人多耳杂 我就让他人更多耳更杂 明天我就让我的弟子下山 通知各地的道会 来武当山进香朝圣 可以同时派人联络皇上的旧部 办成香客一起上山 万一皇上暴露 我们有足够的人保护皇上 只是我怕皇上见到他的旧部 守不住性子 再惹出事端来 如今的皇上 已经不是你想象中的皇上了 好 就按你说的办办 我这一字下去 你后边可就要麻烦了 不妥 不妥 皇上 这沐昕和朱雪儿的事 能告诉我吗 下棋要专心 皇上 我要是不专心的话 我怎么有这个缘分 在这见到您呢 我虽与你投缘 但有时候你也太过得寸进尺了 来 陪我下完这盘棋 我再好好跟你讲 你这是干什么 皇上恕罪 天衣奇异甚微 再说心中甚挂雪儿 难以陪您下完这盘棋了 你还算坦诚 能陪我下完一盘棋的人 没有几个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所牵挂的 有的人牵挂的离自己很近 这一伸手就能抓到 有的人所牵挂的离自己很远 可能永远也抓不到 但是牵挂永远改不了 从这一点来说 我想雪儿是很羡慕你的 我侍旨也很羡慕你 请皇上放心 沐昕也这么说过 的确很难违抗 难怪人常说半君如半虎啊 我做这么多年的皇帝 反而是出宫后 才明白半君如半虎这句话的含义 别追了 让他一个人静一静 对他有好处 皇上 您可能一个人习惯了 我虽然羡慕你 但一个人待久了 也就习惯了 皇上 我觉得吧 其实不当那个皇帝 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您想想 一个人随着自己的真性情 游山玩水 随心所欲 那可比皇上逍遥多了 有些事情是改变不了的 这一点你恐怕还不明白 咱们继续吧 算来胡大人这是第三次来我们五龙宫了 这次有没有闲情意志品一品好茶呀 上次来却是刀兵相见呢 在下也是不得一耳为之 还请道长多多担待 哪里胡大人这次来 怕不是喜欢上了我武当山的灵秀美景吧 在下对武当山的一切都很喜欢 比如说武当的内加权 还有武当驱毒疗伤的高明医术 在下十分的敬仰啊 到一微末之际 如果大人喜欢在下定当效劳 不在华下 在下 这次来五龙宫并非为此而来啊 那大人 这次在下要向道长求教一件事情啊 好 雪儿姑娘 你快点喝吧 趁热喝 先放在桌上吧 来 天忆 这些日子让你受累了 雪儿 你别这么说 只要你能把伤养好了 我怎么样都高兴 雪儿 你这次上山跟你皇兄会面 应该会很高兴 可是你怎么高兴不起来呢 能够见到皇兄我是很高兴 可是现在武当山的楚剑 全是因我而起 你让我怎么高兴得起来 其实吧 有些事情 也不必都耿耿于怀 车到山前必有路 总会有解决的办法 现在已经世道临头了 是 现在世道临头了 不过你放心 如果武当山真的有危险的话 我仙系小侯爷 一定会回山来救咱们 我最怕的就是见到他回来 天忆是我杀了他的妻子 我知道 你不知道 我刺杀常年 却不是我有意而为之 这个你信吗 我信 但是别人一定不会这么想 雪儿 小侯爷也会这么想的 我知道他会这么想 当时我误杀了常年之后 我也不知道该做何想了 我后悔吗 这是我想要的吗 我不知道 天忆 当时沐昔把我关起来之后 如果你没有来救我 雪儿 你别这么说 你现在最重要的是 把身体养好了 好 别想太多了 你走吧 我想见一见 好 那你回头把药喝了 嗯 我走了 大人 担将无妨 嗯 请坐 昨日来旨 荒陵刺客之后容颜震动 前些日被刺的常宁公主已然殒命 皇上悲愤交加 责怪我追查不利 并且期限我一个月 一个月 那要捉不到刺客呢 一个月若无尽战 我胡某轻则罢官重则人头落地 你 这 这可就不好办了 好办不好办不是我说了算 而是道长你说了算 这便是我求道长所办之事 道长 如果你我异地相处 那刺客会逃哪去呢 你 贫道以为大人是找错了方向啊 诸多证据 你无当山脱不了干系 道长 这一点你不会否认吧 如果你是我 你现在怎么办 我如果事情走到这步 我也跟大人一样抓紧追捕 甚至在武当山大开杀界鸡犬不留 掌门真这么小 虽然我多次否认 说我武当道是静心修道与世无争 与刺客根本没有关系 说这些大人你能相信吗 所以我只有一条路 虽然我不愿意看到此事 但亦无他法 如果你真这么想 我只有送你一句话 鬼派和武当山就自求多福吧 大人且慢 说到自求多福 平道正有一事要通告大人知晓 说 现在武当山各道场正在全山兴办法会 为皇上祈福 为天下苍生祈福 为武当山祈福 这个时候办法会 正是此时 近来皇后禀天公主遇赐 我武当山众道士 想借此法会为皇上祈福 也为天下苍生祈福 李道长 趁我在捉拿刺客之际 你在武当山大办法会 不变吧 便与不变不是你我说了算 此事我已禀明皇上 消息已经传出法会开办在即 这是皇上登基以来武当山最盛大的法会 还望胡大人通知你的官兵 不要为难了上山的乡客 万一皇上怪罪下来 若我现在再问你刚才那个问题 你怎么回答 我如果是你 就出家入道 咱们就没有什么换位了 你说什么 李长们 你是在逗我玩的吗 愿大人明白此中的深意呀 走 走 还会再来 来 三十年间历经三朝 都没有人能让道长出山吗 既已看透世事 又哪里管他哪朝天子哪朝臣 可我觉得道长身怀绝技 不能为世间百姓解难 确实有些可惜了 你以为我每日采药来做什么 三十年来 我采的药 君州百姓受益者多亿 原来如此 那我替百姓谢谢道长了 顺乎自然 我心中之道为此而已 在我眼里 没有君君臣臣 誓患百姓之分 一切凡事随缘 无要强求 师伯淡薄于山野的真性情 确实难得 在这点上我不如您哪 我若是出身如你 恐怕还要十年 才能修到现在这番境地 我与师伯的境界 还相差太远 在我眼里并没有什么差别 我自己明白 还有很多事情放不下 也不愿放下 任何人都是一样 我若是能放下一切 就不会见你了 此话怎讲 话只能说到此 事事难料 师主已有平常之心 若脱离眼前之困恶 只需一点因缘 因缘 不错 事不由人 只要能求得一线因缘 已是大幸 都是李素希那个牛鼻子搞的鬼 什么祈福大会 就是想和咱们捣乱 这他娘的法国一开 咱们就是兵再多 那也围不住这武当山的 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那大人为什么不让那牛鼻子停办法会啊 那老道 早已把法会的消息传出去 四处的道众都已经知道 再说 李素希已经向皇上上了奏章 你说让我怎么停办他的法会 好了 咱们回大营再说 走 仔绿 你吃吧 去哪 hots 就很老贵 或者吗 我去哪tha 我们不会要你 注意那尴尾 还是万万香港那些 有一点 不同的袋子里分装 要是放在一起的话会起反应 师伯 许儿的病情好多了 师伯 这两种药能放在一起吗 我来看看 不咳 不咳 万万不咳呀 你们来看 这是雷公疼 这个是匠心疼 两种药看似相同 实则是两味反药 雷公疼有大毒 和匠心疼合在一起 有强烈的昏迷作用 人同时服用了这两种药 至少有一天手足不能动它 可是师伯 您给许儿用的药里面 分明有这两味药啊 是啊 我试用了这两味药 可是你感觉如何呀 并是没什么大碍了 没有什么其他感觉 这两味药看似有大毒 但我又加了一味六合魁后 就中和了它的毒素 且有驱毒量血之奇效 药理暗通事理 皇上也一起来帮忙吧 好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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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龙平侯驸马爷沐昕 已经来到大营 请大人试下 他可怎么来了 他李素希作茧自负吧 咱们走 驾 驾 驾 注意驾气神啊 驾盘要低一点 好 出剑要有力 停 这只手眼睛看着剑尖 要粘开壁趴下去 好 走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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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着急 慢慢说 多禄弟子都已传回消息 各地道众都已得知武当大办法会的消息 都在准备来武当参加法会 好 你和你师弟他们要多注意山下的动静 官兵有什么动静随时报给我 弟子明白 吃了饭再下山 是 师父 好 你们继续练吧 是 师父 驸马爷 驸马爷 两位大人亲自上山了 辛苦 驸马爷一路车马劳顿才叫辛苦 驸马爷请上座 好 请 两位来武当山这么长时间了 可有刺客的消息啊 惭愧啊 虽然有了线索 刺客跑到了武当山 但到现在还是没有抓到刺客 敢问驸马爷这次到武当山 主侠 您下去叫人准备酒宴 一会儿我们一块儿去给驸马爷接风 好的 大人 胡大人不愧是明媚人 此次穆某前来 的确是奉了皇上的秘旨 驸马爷请讲 前几天在诏玉提审的湘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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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穆某前来 他为了保住秘密 找出了一个秘密 他说出那个人还活着 驸马爷说的是 就是他 湘王知道那个人的藏身之处 湘王鬼得很 他为了保命 只说那个人还活着 其他的再也没有提过 但是 胡大人 你好像 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 不知道 但是我猜到了 胡大人不愧是聪明人 难怪皇上这么信任你 此次皇上的意思是 要尽快 找到他的下落 在下明白 可是 在下 在追查这个刺客的同时 也一直在留心那个人的下落 最终 还是没有线索 而且 现在有一件事比较麻烦 李苏西要在武当山大办法会 名义上说是为了给皇上祈福 实际上他是在捣乱 胡大人莫非已经有了对策 驸马爷明鉴 李苏西乃武当掌门 而且又受当今皇上的弃柱 我们没有证据 也不能对他怎么样 不过 他现在大办法会 我倒是有个主意 愿闻其详 我们可以多派些自己的人 扮成乡客 到山上去寻找些蛛丝马迹 在山下布下天罗地网 如果这样还不行的话 驸马爷应该知道 这个人的下落 在皇上的心目中 要胜过十倍的大办武当山的法会 真是万不得已的时候 我们可以破釜沉舟 若是要把武当山杀个鸡犬不留 便是胡大人最后的策略的话 我认为此计不妥 这点我明白 我只是揣测 如果我要真是大开杀戒 我也不用弄到那个程度 我只做出个样子 可是 以这个人的脾气 说不定便会自投罗网 驸马爷真是我的知己 为保万无一失 我还有个想法 趁武当法会之际 我可以以皇家特使的身份 上山去会会李素夕 看看他到底是否在和朝廷作对 如果我的结论和胡大人你的一样 到那个时候 无论事态怎么发展 你都可以放手去干了 倘若日后皇上怪罪下来 我也可以在皇上面前做个佐证 你不要친赤 来呀 菜人 你想想 家人 for 这边 赢 你们 用 我想想 我 你们 这胡银又来我五龙宫了 他想怎样 听胡银的口气 他们好像有了雪儿在山上的证据 他要的不是证据 他要找的 是怎样找到雪儿的办法 他们会找到办法的 你的计划有破绽 任何计划都有破绽 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 破绽已经很多了 雪儿这丫头害人匪浅 这事不能怪雪儿 就怪你那臭徒弟 婆婆 不是我护短 如果没有天衣 雪儿焉有命在 我不得不想 莫非是人算不如天算 我们终将是在劫难逃 在我看来 天算不如人算 这样吧 除了你的计划 我们同时还要做一件事情 李素希愿听婆婆吩咐 胡大人 驸马爷上次到武当山已有数约 君州已见 胡某对驸马爷颇为新者 事到如今最理解我胡银的 还是驸马您哪 谁能想到 不是人非啊 到了今日 你我都已经没有后路了 驸马爷何处自言 公主之死 我虽没有责任 但是 的确 的确 的确如驸马所说 皇上是不会考虑这些问题 疲之不存 毛将燕府 驸马爷的处境 的确开忧 这事到如今 你我二人都要保持乐观些 这一点 我胡某倒想请教驸马 如何能保持乐观呢 胡大人可能还没经历艰难 你能力非凡 恐怕这一点 你自己还没意识到 驸马爷圣赞之下 我胡某确实难复 只是这次武当山之事 还望驸马 祭礼周全 若我胡某只会在驸马身后 还望驸马莫怪 好说好说 胡大人 沐昕本身没有任何牵挂 现在有了胡大人这一托福 反而放不开手脚了 驸马说笑了 在下告退 没有任何牵挂 这谈何容易啊 雪儿 我终于还是来了 我们会在武当山相见吗 师兄 天衣他们呢 又到临终练武去了 大兵都已经压境了 他们倒是挺有闲情的 师兄 我和婆婆来此 就是想告诉你 没有几点好日子过了 刀没架在脖子上 刀没架在脖子上就要笑着活 我倒是很喜欢这几个年轻人的样子 反过来看看你们两个愁眉苦脸的样子 我虽不知你们要如何 这么愁眉苦脸想出来的 你怕也不是什么好主意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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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此生死关头 如师伯这般打法焉能不败 不必计较他们的胜负 话说回来了 你和雪儿两个人都是随冷婆婆练武 可是看你们的功夫并不一样 雪儿自幼师从冷婆婆 是清澈派的嫡传 而我在武当山 权术更多来自我当派 皇上 我一直想问您一个问题 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吧 没准我们很快就天各一方了 这个冷婆婆她到底是什么来练 我想你肯定会问这个问题 不过得从皇爷爷说起来 这冷婆婆还认识太上皇 这可不是一句话能说明白的 雪儿 你怎么了 雪儿 你怎么了 雪儿 雪儿 你没事吧 蓉医 你没事吧 蓉医 快过来看看 快 好 雪儿 不要耽误了我们的正事 雪儿 师伯 师傅 他们他们说的是什么正事 这儿 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皇上和三公主必须马上离开 婆婆 我们要去哪里 你不必多问 总之不是这里 他们真的要离开武当山吗 就你话多 他们离不离开武当山 关你何事 你 我明白了 婆婆 我们何时离开武当山 今晚 你听我安排 走吧 跟我来 今晚 天一参见皇上 皇上 您有话对我说 没说完的话就把它说完吧 那 那说完呢 说完就散了 说完就散 好 皇上 即使憋在天一心里 一直有句话想跟您说 可是我怕说出来 有些大念不道 请讲 好 皇上 您还希望夺回您的江山吗 你问的这个问题 我也曾经无数次地问过自己 我一直都很绝望 从离开皇宫开始一直都是 可是在武当山这几年的魔力 我觉得自己已经脱胎换骨了 不再是十年前 那个软弱善良空有激情的小皇帝了 也不再是六年前 那个可悲的殉葬者了 是啊 天一和您相处的这段时间 确实从您身上 看不到任何一丝绝望 太祖皇帝出身不一 尚能成就一番大业 我虽落难至此 但既是天上神明之所选 正统皇帝之所传 又是民心顺从之所向 名臣良将之所忠 我定能重新挽救大明江山 与逆臣贼此之手 老天爷让我活了下来 这便是天命 此命 朕不敢违 也不能违 我现在有的是冷静于耐心 主要做的就是等待 我还年轻 而朱棣已经老了 等他老朽不堪之时 我会给他致命的一击 我要把他从我手中抢走的一切 重新给夺回来 谢谢大家 有情愿意 一路同行 风风雨 多想和你 一起飞翔 天高路远 爱是方向 多想和你 看日月星光 在你身旁 不再忧伤 别笑我痴 别笑我旁 举杯相约 三生情转 逍遥漫步 仙山秋歌 一曲台阶 爱我和你 一起飞翔 山水之间 山水之间 寻星云故乡 让我和你 看日月星光 在你身旁 在你身旁 勇敢担当 在你身旁 勇敢担当 我和你身旁 我和你身旁 在你身旁